你身为一个防众人员 是否有遇到跟他一样的事情呢 今天故事的主角 好像比其他的人好一点 因为他虽然是一个新人 但是一进公司就有学长愿意带他 不过他也发现了学长每一次教他东西 或是他有事情要问学长的时候 学长总是刚好烟会抽碗 槟榔也会吃碗 慢慢的这就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习惯了 当简单的问题问学长 学长的回答是 当困难的问题问学长 学长的回答是 做差价要做到多少才叫刚好 学长回答的还是 这样几回下来之后 阿牧开始怀疑 学长究竟是在帮他 还是在压榨他 同样这样的关系对吗 学长 学长 这个文件你要怎么看 哪个文件啊 学长就这个和地边建立的问题啊 嘖 啊糟糕 烟刚好抽完 没有烟抽 手都会抖 看不清楚 嘞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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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力量啊 你看 锁不抖了 来 我看看 学长 就看这个问题了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有什么问题 问题还蛮多的 诶 学长 不好意思啊 这个案子要怎么跟客户做说明啊 哦 学长 嘴巴很痒 你没有冰糖可以吃啊 嘴巴说不出话来 是是是学长 我了解 学长 来 冰糖 我爱种花 我爱种花 你看 声音多么嘹亮 是是是 学长 可以吗 帮我看看这合约目前有什么问题吗 哦 我人真不爽快 没有还有一个冰糖 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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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獄 萬...公... 三... 三! 來! 把你的四月來根本將蝇俏 是拜託將蝇大師 好! 出獸! 學長 我待會有個客物要帶看 不知道學長能不能幫幫我一下 今天腳很痛 走不太動耶 我只要吃幾顆檳榔 就可以奔上我的疼痛喔 學長 我也請你吃了好幾個檳榔跟香菸 學長 你真的能不能直接教教我 因為我 我 是因為怎樣咯 學長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冒泡 而且每天要花好幾百塊買香菸跟檳榔 我真的已經 沒有錢了啦 學長 這樣啊 原來你請我抽菸吃檳榔 這麼不甘願喔 不是不甘願 學長 我真的已經沒有錢了 不用講了 原來你是這樣想的 我的知識跟經驗都不值得幾百塊就對了 你是要太讓我傷心了 學長 不是這樣啊 但是你擺明就是我不跟你變相應 你就不教我啊 那我請問你 我為什麼要教你 你又不是我帶進來的 也不是我朋友 我憑什麼教你 學長 話我不這樣講吧 不用講了啦 以後你不用再花錢了 我也不會再教你了 再見 學長生氣離開 不過阿牧因為他馬上就要面臨一次待看 很多地方還是要學長幫忙 他只好硬著頭皮去找學長道歉 雖然學長還在氣頭上 但阿牧也清楚學長要的是什麼 於是再次從口袋拿出法寶 獻上貢品 好讓學長願意幫助他 這也正是學長的目的 一週後 阿牧因為有案子 又要學長幫忙 所以又帶學長去吃吃喝喝 結果遇到了當初 來面試的時候遇到的人 這位朋友 面試之後沒有來他現在的公司上班 反而去了別家店 阿牧他自己到外面抽煙的時候 正巧這位朋友也出來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是阿牧對不對 你還記得我 我剛在那邊也有看到你 但是我怕你忘記我 所以我就沒有歸一根打招呼了 對啊我很會記人的 做仲介怎麼可以忘記人呢 你現在在別家做嗎 對啊好幾個月了 但是你當初不是在我們這邊也有錄取嗎 對啊 但是後來我有去其他家面試 發現我比較適合那邊 比較適合 為什麼這麼說 這很難說明耶 只能講我知道自己是新人 也完全沒有經驗 我甚至連業務相關的經驗都沒有 所以我知道我要學東西 要賺到錢 一定要找一個體系完整 有教育訓練 而且公司文化要好的地方上班 拜託現在哪有那麼好的地方 我到底還要每天八節學長 才有辦法學到東西耶 八節學長 對啊 還真不知道要這樣耶 今天來吃飯就是學長請客的啊 平常就算你不想學 他們還硬要教你耶 怎麼可能 哪有那麼好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要去認識自己 但是認識環境也是很重要的 或許你認為自己可以在逆境中努力 不過這是浪費力氣 找到珍惜你的公司是最重要的 而且多虧了學長們的幫助 我這個月初還冒了一泡耶 呦 你冒我泡了耶 真好 快點 好 馬上來 這是我的名片 有空到我們公司看看 我介紹我們主管給你認識 好 謝謝 謝謝 走喔 好 拜拜 巨富地產集團 朋友走進店裡後 阿牧看到他與他的同事之間有良好的互動 而自己的學長是多麼的迂腐 只會利用他壓榨他 阿牧實在不想在這樣的環境再待下去了 他決定要改變他自己的生活習慣跟想法 三天後 阿牧來到了朋友的公司巨富集團 他朋友將主管川哥介紹給他認識 川哥帶領的阿牧開始介紹同事讓他認識 每位同事的臉上充滿了幸福的笑容 巨富集團總是帶給人陽光充滿乾淨的環境 當然阿牧在這個短短的時間之內 也感受到了巨富集團的活力以及朝氣 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 阿牧就決定了 他要成為巨富集團的一份子 就在一個月之後 阿牧冒泡了 所有公司的同事也都像是自己冒了炮般的開心 因為巨富集團就是一個大家庭 在這個家庭之中只有互助同樂 沒有私利 當然了 最替阿牧開心的就是他的朋友與貴人阿傑了 時間過得很快 阿牧也從新人變成了上軌道的業務員 自然他也跟其他巨富集團的同事一樣 會去照顧公司的新人 俗話說得好 教學相長 巨富集團 這一次演第三集跟第一集的感覺不太一樣吧 阿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這第二次入鏡啦 然後演的 其實也是以前看到的一些 其他中介的一些肉洗阿 可能就是學長會叫學弟 請他們吃吃喝喝 然後才願意幫忙 那其實我們公司現在就是 把一些不好的肉洗全部排除掉 作為一個正軌 然後公司教育訓練制度 跟公司的理念 關懷協助負責 我們都做得很好 然後所以這次也是說 給大家看一個 其他中介的一些不好的文化 那還是歡迎大家 我們加入我們巨富 然後一起打拚 共創美好的未來 我覺得拍戲真的很特別阿 第一次接觸到 然後才發覺拍戲 沒有那麼想像中那麼簡單 那我覺得真的一整天才 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是對豪哥 把冰藍撒他臉上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超好玩的 對啊 可是豪哥對於 一隻演壞人這一點耿耿於懷 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他 雖然在戲裡面是演壞人啦 但是他平常在公司裡面 對大家都是非常照顧 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在各行各業都會面臨到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我們公司 我覺得 是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公司 每個人都像一家人 進來這公司大家都像一家人啊 就是 感覺就是 因為像我之前剛準備要加入這行的時候 因為有些朋友也是在做 中介 可是 有聽他們聊過啦 就是他們公司好像有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可是當我加入我們這間公司 巨複的時候 就是我沒有 就是我沒有發現說 就是像他們講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我們公司 完全看不到這樣子的情況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個人認為齁 我不該演一個壞主管 因為我一看就怎麼都不像啊 沒有啊 就覺得說 因為這個 這是常發生的事啦 就是在做中介方面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這種主管 那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那在我們巨複這邊的話 是絕對不會碰到這個 這個框框的 因為我們的店長 鬼人 敢跟他請教啦 他就絕對會教你 而且會幫你教到最好 那你碰到什麼問題 他就疑難雜症 他絕對會幫你處理到好 像這種店長 講真的找不到了啦 我們的偉大的 謝店長 謝俊陽店長 超崇拜他的 對 超崇拜他的 講真的 加入巨富 創造財富 加入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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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巨富